网购185款粽子评比揭晓 湖州粽超诱人 台湾粽好美味 今年苹果复刊端午粽子评比 压轴登场的网购组 扣除于超商量饭等其他通路 部分重复品项和被迫不及的产品后 总计185颗粽子参赛 比去年再多了30颗 超过总数8成2 共有11家业者参赛 同样请到三位专家连爱亲 张力柔 陶礼君担任评审 并把粽子分为包含传统南部粽 北部粽的台湾粽 以甜腺为主的点心粽 果粽 板粽的客家粽 吉家香味湖州粽 果征粽与创意粽 以及今年新增的素粽 等其他类进行评比试吃 以口感价格各占40分 外观20分 总分100分为评分标准 结果正式出炉 有眼前这款胡粥鲜肉蛋黄粽 把得头筹 获得网购子最高分 冠军粽内线的蛋黄 更是受到评审们一致推崇 还让评审忍不住多吃了好几口 新鲜的蛋黄 鲜肉蛋黄粽的口感非常好 然后香滑地也够 然后重点6Q 再加上重点的香 得到第一名的这一款胡粥鲜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艳 我忍不住了多吃了好几口 为什么你知道吗 它米饭的那火候控制得非常好 然后肉香 蛋香 暖硬度适中 然后它的外形也包得很漂亮 眼尖的你或许已经发现 这颗粽子其实跟量饭组的第一名可是同一味 由于量饭组在复热蒸熟后再回锅加热 而网购组业者则是将冷冻粽子取出后 直接用电锅复热保温 更泛感情的测量中心温度 让成绩出现8分多的落差 可见复热方式可是会严重影响口感的哟 贴心的评审老师也首度公开复热小技巧 我们粽子要复热的时候 因为在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 拿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先冲一点水 让这个粽液吸足了水 然后同时这样冲的话 可以帮那个杂味稍微清掉一些 放进来以后外锅至少要放差不多8分满的水 记得就是电锅跳的时候一定要赶快拿出来 不要一直保温在里面 如果一直保温的话 这个边边的地方这个角容易干容易硬 那这样就会有点可惜的 看到专业的亲身示范 以后知道好吃的粽子要怎样正确加热了吧 除了前三名都有80分好成绩的湖州粽外 网购的台湾粽更是强到让人会怕 冠军由来自盐水的家乡口味摘下 除了台湾粽前三名也都有超过80分的高水准外 今年新增的素粽冠军 可是也拿下了81分好成绩 参加热方面的筍子 这个筍子保水度非常好 还带一点脆口 它会有点多入味的好 再来让评审们小失望的创意粽 由于创意不足 因此就算是第一名也无法突破80分大关 整体说来就是没有极出色的作品出现 很多的创意的这个粽子里头 它都有用海鲜去做选项做食材 可是很可惜的是海鲜这个地方在创意里头 都没有几乎鲜味是找不到它的踪迹 再来还有出自名店的豆沙粽 一局摘下点心粽冠军宝座 香滑顺口的内馅更是获奖秘技 另外有荷叶包裹的果生粽 由于整体作品大多无法带出粽叶香 因此第一名从缺只能选出二三名 还有与超商量饭同样表现不佳的客家粽 由于米粒的Q度和香度都不够好 因此一二名从缺也只勉强选出第三名 整体来说网购今年表现不俗 复热也有认真放感情 但评审们还是有一点小小建议要提醒大家哦 大概吃了快两百个粽子 大体上都算是物有所值啦 那物超所值我比较没有看到 这点其实我本来期待网购可以给我这样的感觉 但是可惜这一次我没有看到 在网购的海鲜部分 其实是充分地展现它的败味 就是大部分的鲜味都没有把它呈现的 食材鲜度不足和价格关键 是今年评审对网购的良心建议 除了要认真做出好吃的粽子外 为了我们广大东新闻的观众朋友 网购业者可是认真想梗和版面 除了有点过时的宫廷妹 有正妹也钻出心机比金银粽 还有请出真人反串白素贞的妙梗 最后祝大家大午节快乐 有口袋空空没有办法找妹下海的 还是超捧场的挖空心思 不对 挖空心脏请来纵铁人 网购业者创意十足 积极狂吹自家粽子买气 不像看卡位卡成这样 诚意这么够 你说网购粽子好不好吃呢 东新闻大家看板好专业报导